尼尔斯奇蛾旅行记 阿卡站在那里举其不定 回到大风暴里去的滋味 实在叫人吃不消 而待在有 有这样的不素食客灯们 拜访的地方 情况一不见得会有多妙 他沉思了片刻之后 回头转向尼尔斯说道 我不知道你肯不肯 像以前许多次那样帮助我们 那是不用说的 尼尔斯回答说 他很乐意这样做 他走到洞口 把身子缩到一块石头 背后躲避着大风 就这样睁眼 守卫着不久 守卫着不久 尼尔斯的耳边 忽然想起了 地爪在石头上 抓扬的声响 他看到三只狐狸 顺着山路跑上了 涂坡 他紧忙 奔进洞里 用力把公羊 摇醒 一个 鸡按键 键步起到 公羊背上 尼尔斯 端坐在 公羊背上 看谁 看准了 狐狐狸正悄悄的溜进来 笔直向前冲 他向公羊咬了耳朵 公羊猛的 用力把头向前一点 就把第一只狐狐狸 紧回 的洞口 公羊用 鸡脚 哼哼 一戳 一戳 又击中了 第二只狐狸的腰部 那只狐狸 一连了 好几个 一只狐狸 一只狐狸 才稳住 身站了起来 猜猜逃走了 尼尔斯 本来 也想让 第三只狐狸 挨一下子 可惜 他早已 跑跑了 晚安 早晚 晚 Labor